一小时工资15元的购买力能有多强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家大型连锁评价超市当中饭 我们看看一小时工资15元能买到一些什么 我们还是推个车吧 以防别拿不住了 那首先买一些日常吃的 比如说啊肉啊水果蔬菜主食这些 先到肉质品区看一看 鸡翅中10块08毛 那这个也太贵了 总共15块钱的预算 买一盒这个基本上都要没有了 看看有没有更便宜的 这个鸡是16块8一斤是吧 太贵了 冰鲜鸭腿11块8一斤 基本上没有低于10块钱的 赖皮特酥的前提吧 11块9毛8一斤 我们看看有没有更便宜 基本上没有了 鸡腿是15块8一斤 咱们买一个鸡腿 拿一个鸡腿吧 挑个最小的 一个鸡腿3块4毛2 136克 就算还剩11块5毛8 再去买点水果 水果的价格不便宜啊 芒果12块8毛一斤 啪啪干是7块5毛8一斤 只挑最便宜的水果买 砂糖蜜菊是最便宜的 246克砂糖蜜菊 2块6毛9 还剩8块8毛9 现在去买点蔬菜 最便宜的莴笋 已经卖完了 茄子10块钱一斤 苦瓜7块6毛8一斤 薄手瓜5块5毛8一斤 都挺贵的 这个大红萝卜是1块3毛9一斤 咱们就挑一个小的 1块1毛3408克 还剩7块7毛6 来到了面条区 这个6块9太贵了 3块7 3块3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 买一袋挂面 这还剩4块4毛6 牛奶啊 是必不可少的 这牛奶都挺贵啊 这个3块6 这个2块8 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 我们拿一盒 还剩1块6毛6的预算 实在是找不出汤品 低于这个价格了 那来买一个浓豆浆吧 1块8一袋 15元 每小时工资 购买力挑战 正式结束 看看买了多少东西 15.14元 这就是一小时工资 15元的购买力 一个萝卜 7个蜜菇 一袋豆奶 136克鸡腿 一盒纯牛奶 一袋挂面 购买力很强 爆赞 谢谢